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一次的panel 我是这一次的主持人赵金浩 是KBIS, Ingress, NGIS 项目的Maintainer 也是CNCF的Embassador 然后我们接下来有请各位嘉宾来一次介绍一下自己 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跟大家认识一下 喂喂 能听到吗 大家好 我是王泽峰 我在Kubernetes社区应该是比较早之前的 大概15年开始 做一些最早做的可能scheduling的多一些 对 然后后面几年的话 我们在做Kubernetes之上的一些项目 所以现在在Core里面 可能没什么太剩下的活跃度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大家好 我是马达 然后现在在CNCF的TagRuntime 还有CNCF的Bestworking Group做一些事情 好 带上 好 大家好 我是刘梦娇 来自Doc Cloud 我的话是一直参与K8S仓库 然后一直是在SIG Instrumentation这个组 还有就是结构化 它下面的结构化日志 这个工作组里面提交一些PR什么的 现在的话是结构化日志的Chair 以及我一直就是也在贡献SIG DOS 然后和那个现在也是SIG DOS的那个中文的Approove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尼文飞 来自微软 AKS Team 然后我在开源社区的话 实际上这边列了几个小的项目 就是我参与过一些Node Cloud Provider 然后Storage 奥特斯概念等等的一些SIG 然后也是一些Project的Maintainer 然后现在当然做的这些客源的东西稍微少一点了 但是现在我在AKS这边的话 主要是侧重于像网络啦 然后AI啦 然后还有存储啦等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滕启明 我跟这个Kubernetes这个社区接触应该是从大约16年 也算是快十年了 然后现在是SIG DOS的Tech Lead 好 非常欢迎大家 OK 然后那么想必大家对于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会有所了解吧 或者说最起码在社区当中应该都看到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Kubernetes发展到现在的话已经十年了 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一场上主要就是想为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在过去参加Kubernetes整个的这个生态过程当中 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从在每个人其实看到的这个Kubernetes或者说整个的生态上面 大家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进入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各位的各位嘉宾的眼中 大家认为自己所关注到的Kubernetes眼睛当中最值得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内容 对 随意发言或者说轮流也可以 对 好 我先来 说现在的是吗 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大家讨论或者说整个社区里讨论 关注非常多的就是AI workloads 对吧 或者叫这个HPC Big Data Batch workloads 对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值得关注的地方 第一个是它的workload的definition 因为Kubernetes最早是这个面向service 那么其实现在它新的面向这类workload的definition很重要 另外呢其实我的话我觉得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底下的resource management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CPU和memory是native support对吧 就是我觉得后面其实应该真的这部分需要很大的 还需要非常多的工作来去扩展 去提供更深度的支持 好的 先抛砖引玉吧 那我先来吧 就是我就从我自身的经理说一下吧 我大概是18年就是相当于参与工作嘛 当时我在相当于感觉在行业内 大家对K8S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就是觉得 已经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但是实际的使用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多 而现在呢就感觉K8S的容器已经是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名词了 18年的时候感觉从18年到现在 K8S的功能啊特性啊一直是从快速发展到它的稳定起 从比如说CRD的从它的添加到稳定啊 然后很多的第三方的生态都已经趋于成熟 在最近的几个版本里呢 比如说移除Dogsham 以及移除一些第三方的Cloud Provider K8S从一个就是从一个以前是一个可能更多的 添加很多新的功能的东西 到了一个现在区域成熟的产品 现在更注重生产环境的稳定性 那么就也会带来就是它的复杂性的增加 所以呢现在它就是相当于想要移除一些它比较重量化的东西 让它达到一个更应用的状态 也是为了迎合它的现在的这个它的更广泛的使用 像凯文刚才说的因为现在AI的话 智能应用也比较的火嘛最近这两年 所以K8S社区也为此就是不管是它的以前的那个 Davis Management的这个工作组 这个组还是新创建的一个Serving工作组 都是为了就是更好的就是怎么作为AI应用的一个底座 然后让它更好的让K8S也能够更好的进行发展 这是我的基本意义 下一个 然后K8S参与的比较早 我应该15年16年从Mathos然后开始做K8 然后我个人感觉应该是K8早期的时候会有很多各个厂商的代码都在组创过 然后会各种需求基本都是在上游完成 然后尤其当但是当这个应该3rd part resource吧 最早是3rd part resource后来变成CRD 开始的时候大家变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K8S变的是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更多的平台和针对场景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厂商的厂商绑定的和厂商相关的会逐渐从主库去移出去 就比如说CSI CNI然后更多的包括现在Device Plug-in 还有这个DRA等等的都变成接口变成标准 然后上游会逐渐的我个人认为上游会逐渐的变成稳定 然后其实现在在有些领域K8S还没有那么稳定 比如像HPC的领域就是还是稍微有一些差距 就是跟一些传统的HPC软件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还是稳定性 然后这个可扩然性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 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将来的演进就是K8S 之前应该在17年的时候跟Google的人聊 就是说他们的目标在K8S刚创建的时候 它的目标就是数据中心的基础平台 言外之意就是数据中心只有K8S一套 所有的业务都会在上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 因为一几年的时候大概还是自制微服务嘛 所以后来我们才开始去做这个 基于这个前提去做一些这个Batch类的 包括大数据 然后包括现在的AI 那也许将来还有新的这样的一个workload 但是我想的事情是 因为K8S如果作为底层平台 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商场的业务在上面 然后它会做成底层平台来做 所以无论是AI也好 将来甚至有新的workload也好 它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场景在这个上面 然后它会做成这个数据平台底层的这个中心 然后各个厂商可以根据CRD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就大概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我可以接着那个 马达到这个话题再稍微展开一点 就是说这个K8S实际上现在的话 就是发展得非常快速 然后现在基本上也可以说是 成为这个很多的那个 无论是云厂商也好 还是那个企业自有的这个市区中心也好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基础架构 然后这个实际上就代替了传统的这个 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架构 然后它这边其实有一个 就是K8S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技术架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的这个可扩展性 就是它的 就像刚才那个马达提到的 就是它的核心的功能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因为这个每个厂商 每个企业它自己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就需要去做自己的电质化 然后对K8S来说 它支持的电质化的功能非常非常丰富 它既支持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CNI插件 CSI存储的插件 然后那个CII container runtime的插件 然后也包括各种各样的 扩展形式的这个插件 比如说像CodNS 像普洛米歐斯这种 可以以额外的workload的方式 部署到集群里面 从而去扩展这个集群的功能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每家企业就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扩展自己想要的功能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经历的话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像 比如说那个像container runtime 然后我实际上最早开始参与市区的时候 也就是从这个container runtime开始做起的 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 K8S的很多功能实现 跟Docker还是强保定的 很多的功能只在Docker上面才有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加一些 新的runtime的进来的话 就比较困难 然后当时其实也有 就比如说像Red Hat也好 像谷歌也好 然后包括当时我所在的创业公司 都有很多想法 就是把runtime做得更灵活一些 可以支持更多的 我们在K8S里面想要的一些功能特性 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container runtime interface 然后有了这个interface 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一方面就是K8S的功能 从Docker上面就解有了 我们不需要依赖于Docker 比如说Docker有很多功能的限制 它不能限制就导致了我们一开始 K8S的一些功能没法做 现在的话就完全解有了 之后就没有这种限制了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runtime这边 它就有了自己非常强大的灵活性 比如说我要支持Windows容器 我要支持 基于这种虚拟化的 强隔离的容器形式 这个时候就可以非常灵活地 添加到整个生态里面来 然后伴随着这个CI的引入的话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块的功能 也被迁到了这个runtime这一层 也就是网络插件 网络插件实际上一开始也是放在 Docker的实现内部的 然后后面就挪到了这个runtime runtime里面 这样无论是像 现在流行的content.d也好 还是像cata container或者cryo 不同的这些runtime 它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实现对应的这个网络功能 所以现在实际上也可以看到 就只是单纯的说这个 网络插件来说 在CAPI4在整个CNCF生态里面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网络的这个功能的侧性 这些实际上都是得益于 整个市区的这个提供的这个 可扩展性 然后非常的灵活 定制化的话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去做 OK 我就分享这些 前面几位讲到CAPI4好多的好话 我想说点不一样的 我对CAPI4的感情其实蛮复杂的 16年那会儿被迫 被从OpenStang的社区赶到这个社区 然后当时看几节事儿 一个是Device Plugin 就是后来大家用那个GPU 但是我们还想把那个FPGA也加上去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Multi-Cluster Federation V1的那时候 就觉得说 人的这个本性嘛 就是不愿意与别人分享 对吧 我有一个机群 每个人都想要一个自己的机群 然后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那个组织里面 经常就会死几个机群 将来机群肯定要泛滥的 一泛滥以后的话 你怎么去把它管理起来 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大的 这件事儿后来好像都不太顺 Multi-Cluster 后来死了好久 又活了几回 对吧 然后Device Plugin 到今天我看到那个API 我仍然觉得很差劲 觉得很差 哈哈哈 我写那个 那块的时候 后来跟那个 Google的一个工程师 我不说名字了 跟他吵得很厉害 然后就 那哥们儿应该是 不太会写读写索 然后写大循环 然后加大索 我说加大索 这个 这个价格就不对嘛 然后他说 怎么会呢 我在我这儿跑了一百遍 都没有出问题 哈哈哈 你很棒 哈哈哈 然后就没有再去讨论 下去的必要 所以那个事儿 我就不浪费了时间了 然后呢 因为我在公司里边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事情做 所以 开API这个社区 我又放不下 然后我又 想知道 那个最新的进展 不管是新的 feature也好 新的 bug fix也好 大家来讨论也好 后来我就 从一个 developer 转成了 seek docs 因为你不管是 做什么样的 feature 什么样的 proposal 最后肯定要在文档里面把它体现出来 所以我看出 docs 我就看出整个社区 所以这么一个小心眼儿 而且在那个上面的话 不用花很多精力 你把英文读懂了 然后大家翻译的中文 你觉得他不地道 说的不是人话 然后你是骂两句就行了 然后他也就改了 然后他也就改了 基本上中文现在的文档 像龙娇也知道 我在社区里面 还要求还蛮严格的 标点符号什么的 讲到生态演进的话 我为什么觉得感觉比较复杂呢 就是一方面的话 开发的核已经比较稳定了 你不太可能说 我要把底层的一些东西 他现在 declarative API 这些东西全改了 不可能 对吧 然后你就在那边加各种各样的 CRD 各种各样的 Operator 你想看点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几个屏放不完 然后也有一种比喻说 K8s 是云原生实在的超视系统 然后我就没有见过这么难用的超视系统 哈哈哈哈 就如果说谁给我一个超视系统 是这么难用的 我就觉得你这个 developer 这个 team 就不合格 对吧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K8的下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下载下来以后 我想布一个监控 然后我就看到说 可能有几十种方案 是吧 我看一些日志的 我看一些各种东西的 我布个经键仓库 经键仓库 竟然能够做Runtime的Security Detection 知道这干嘛 就是我 我上午吧 上午那个Material 加了太多没用的功能是吧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Landscape上面 那么多任何项目 你留了好多问答题给我们最终的用户 这个还差得远呢 然后我个人特别关注API 然后Kubernetes的API是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好烂啊 那个 比如说你API生成的文档里边 如果是有Enumeration 比如说这个POD Restart Policy 你在API文档里是看不见的 API文档里并不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只有三个取值 Deployment 只能在某种情况下取其中一种 这种细节全都没有 然后你依赖于什么呢 依赖于Canada Go 依赖于Ctrl 你用的熟不熟 这个对最终用户是太不友好了 如果我是一个最终用户 其实我就很是抓狗 我要雇一个很牛的K8的人 来帮我去把这套东西玩起来 转起来 把我业友跑起来 我雇得起吗 如果要是这种牛人的话 K8玩得特别溜的话 肯定去大厂了 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它河比较稳定了 周边有那么多那么多东西 哎 反正走得瞧吧 OK 然后其实是从大家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大家其实从刚才大家聊的这个内容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每个人对于K8S的这个看法 其实是包掩不一的 对吧 但是大家聊的内容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K8S始终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对吧 然后无论说它是复杂性增加了 或者说它是增加了一些功能 或者说它的可扩展性变多了 然后或者说它的这个内核去稳定了等等等等 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去演进 然后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 就是大家所接触到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呢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除去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的点以外 因为你所聊的东西其实是和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或者说和自己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嘛 对吧 然后就像马达现在在英伟达 对吧 然后所以我就知道它一直跟调度啊 然后跟这个HPC啊相关的这些东西 它会非常的紧密限量嘛 对吧 然后所以呢 其实我想要在这里就会想让大家去聊一下自己目前主要关注的领域 和当前这个领域当中有哪些主要的进展 对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其实一直做那个应该做基群调度或者说基群相关的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从那个社区开始 基本从硕士研究生基本就开始 当时还叫网格计算 grade computing 然后当时跟我们老师去做的话 基本就是那个广与网的跨境群的这个调度 当时我们应该是 当时还是HPC为主 就是计算类的为主 然后有一部分人去做那个应该叫网格文件系统 网格存储 但是当时我们还是以那个grade computing为主 然后后来的话去做一些这个HPC相关的 就是一家比较老的公司了 就platform computing 像RSF和Saveney 这个都是这个公司出的 然后基本一直在这个领域吧 反正也比较感兴趣 我认为这个计算类的任务 还是会为这个用户也好 会为我们的生活也好 还是为这个厂商也好 都会带来这种相应的这个企业的发展 比如说你现在AI 比如说你这个对这个预测等等等等方面的 会做很多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个人感觉这个领域发展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来做 包括新的这个业务的模式 然后AI场景的这个应用 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在做 关注是AI嘛 再早一点是这个大数据 后面是不是还有这个 跟数据相关的一些场景在做 我个人的感觉反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硬件的这些脱补结构 然后各种厂商的这个硬件如何追作集成 如何把这个硬件发挥最大的效能 尤其在这个整个跨境区的这种集群的场景 还有跨境区的场景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往前去做 主要还是英伟达的硬件 各种吧各种吧 我现在是在英伟达 我现在其实也都是跟我们做所有的 OK 然后那大家其他人 来 我先说 我比较关注那个可观证性 就是说 我所理解的一个可观证性和今天大家 用普罗米修斯啊 用Graph呢 画出很多很漂亮的实实的图表和那个还不一样 我是想说 能不能把这个K8S上面说 你既然能够发现问题 为什么不能往下面走一步 帮我把这种什么Metrics Log 什么什么Event 给我关联起来 不要让我去跑那么多路门的命令 这个事情的话 我不指望用大语言模型 或者说是这种GPT的方式 那个太扯了 你去看一下那个Answer的话 就知道那个Proper 因为他没有knowledge 他就是在胡说 但是你慢慢用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 不过其实有很多的规则 为什么一个container进入 crash 然后下面的话 你应该去看什么 这个都是有章可循的 你在那个设计文档里面也看到说 debug power problem debug service problem 写翻了好几页好几页的东西 那就是一份文档 那份文档完全可以做成一个 workflow 对不对 很容易啊 那我把它做成一个 workflow以后 下次出问题以后 直接告诉我该干嘛就完了 所以我是想做那种 闭环的一个observability的事儿 另外呢就是 API 我现在不喜欢那个API 但是我知道 我接触到的很多用户 他们遇到了K8S升级的问题 就是每个版本 会有新的API加进来 老的API被废的突然之间就没了 拨的Security policy没了 是吧 变成那个什么什么 Mation的那个东西了 如果你用了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升级 如果说你在一个版本里边 你跨版本你敢升级吗 也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脑子里面是一本糊涂障 你不知道在每个API 每个release之间究竟的细节变化有多少 哪个之段变成required的 K8的API的话好像就是CRUD 听见很简单 但是整个那个YAML全是它的参数 你有一个参数理解不到的话 到时候升级就有问题 你不敢升级 所以我就看到好多 现在还在跑1.18什么的那种版本 这不是个笑话 它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不敢升级 后面的一些什么CVE fix 你们有 然后就有很多安全问题 我这看到这么多 仍然在热衷于社区里边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的人 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朝这些方面去关注一下 就是 这种来解决我们用户比较痛的点 就做这些事的话 会比你今天卷那些那些5%的性能提升 比那些好玩的多 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想要做的就是 比如说有一些handbook对吧 然后就比如说出来 突然出来一个insistent 然后直接执行这个handbook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debug出来对吧 然后OK 然后那么其他人还有 我来说一下 其实我可以接着刚才说的这个 刚才其实你作为end user来说 实际上提了两个非常好的问题 一个是CVE4 它虽然说现在非常成熟了 然后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但是它的使用对于新用户来说 还是太复杂了 很多用户 包括很多云的用户 他们即便是大规模接受了这个云的话 他们有可能还是很难接受 CVE4这个复杂的API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机型里面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用户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即便说他们去翻文档 有可能找不到这个文档 不知道怎么解决 然后碰到这些问题也都很痛苦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team就是像 其实很多云厂商也好 然后对于很多大型的企业 他们都有类似的那个基础架构组 然后就是这些team 他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 cubernetes这个东西 这一个基础架构 变成一个managed service 然后这里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也是我们team 现在正在Fox 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去简化 简化这个KPS集群 简化的话就是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的话就是 怎么样去让最终用户使用的时候 可以更简单地去把这个集群 把他的应用 把他的workload管控起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 对于我们集群的维护者来说 我们那个 对于我们sie team来说 怎么样去简化我们自己的这个维护成本 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 怎么样想办法可以减少我们被 那个半夜被uncall叫起来的这个时间 对吧 也可以那个减轻我们自己的压力 然后这里面其实就是 有很多方面的东西可以做 就比如说最基本的这个监控 然后log的收集 这些东西都是最基础的工作 因为没有数据 实际上你其他的东西都是做不了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任何一个 KVS的一个基础架构 都是需要提供的必须的功能 然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 比如说我们收集了这个metrics 收集了event 收集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日志 然后还有平台的日志 就是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处理 我们可以检测这里面的异常 然后自动的去帮用户 帮我们自己 然后去把里面碰到的一些问题解决掉 然后这里面就是像 我们现在实际上非常火热的 在KVS 包括今天的CubeCon来说 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LM AI 然后还有那个LM Ops 然后这些的话实际上 很多的测证点都是在于说 怎么样KVS去管控这些大语言模型的训练 然后作为workload 去在KVS上面怎么去跑起来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实际上 我们可以做的是 就是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这些knowledge 这些管控的数据 我们更好地把它用起来 然后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借助于大语言模型 然后去帮我们去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那个就是 就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记住于AI 结合我们的数据 结合我们的集训里面的一些实施的信息 去自动地处理我们 之前人工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 end user 来说 他实际上就不需要去花很大的精力去 比如说他的pod crash了 他不需要自己去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有了这个我们自动的这个监测的 从监测到问题排查到最终找到这个root cost 我们可以把这个最终的这个root cost这个结论 发布给用户 比如说做一个event 发布到pod上面 这样用户直接就可以看到结果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可以对应地去做对应的处理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service提供方来说 对于我们这个infer的sie team来说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记住类似的方式 我们收到了一个告紧 我们可以先去收集数据 然后让这个大元模型帮我们去做汇总去做分析 把整个流程里面碰到的一些问题 帮我们分析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节省我们去 人工去一步一步执行这个 比如说handbook也好 workflow也好 执行这个时间就可以降低 所以也可以简化我们维护的成本 降低我们花在oncall上面的时间 对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也是接下来 但是我觉得在后面随着数据的积累 随着这个大元模型的发展 应该也是大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管控我们的infra 管控我们的这些workload 然后让我们去真正去使用和维护这个集群的时候 也可以做得更为简单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吧 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如果你从架构的层面去看 我觉得Kubernetes应该本身它社区其实也梳理过分层的架构 我觉得首先一个可以去看的就是它应该分为framework 和它上面面向那些workload或者叫业务层 那如果我们真的去把Kubernetes所有的业务性的功能都砍掉 它最后会剩下什么 我觉得API machinery List watch the mechanism 对吧 然后再加可能面向这个 其实更多的是应该一些computing的地方 比如说spin up container 我觉得这是它的部分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用户来说 你想要去是否去评估是否采用Kubernetes 首先应该看的是它在framework层是否有一些限制 因为业务性的功能我觉得都可以做 就是framework层有没有一些限制是 你真的Kubernetes解决不了的 我们有时候私下里调侃说Kubernetes最后做的就是啥 部署和scheduling 对吧 这是它一个非常基础的砍掉业务的部分的功能 然后我们再去看早期的像社区里面 其实SIG Apps会长期来说一直有非常多的讨论 就是因为它面向于不同阶段的上面支持的workload都不一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业务诉求 比如说大家原来讨论我那种复杂的应用怎么起 我Telecode的应用怎么去起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包括现在有人会拿Kubernetes之上去叠加做workflow 对吧 就是Kubernetes总说自己是生命式的API 但有人真的还是去实现了一些命令式的一些体验 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思考是说 其实我们在看到它现在还有将来会在哪些领域发展 我觉得可能一个指导性的思想是把它分开去看 它framework层的限制其实会真的很难去突破 好的 然后其实从大家来聊这个内容的里头 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因为大家所做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想要 因为大家其实在参与Kubernetes社区 或者说在生产环境当中使用Kubernetes 可能时间都不短了 对吧 然后那么我想让大家各位去聊一下 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当前看到的 就是未来Kubernetes也有什么样的趋势 或者什么样的发展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在这个CubeCon上面 大家看到很多话题其实都跟AI相关的 对吧 除了马达 就是选择比较好以外 对吧 对 所以其实我想让大家都聊一下 就是说在大家看来 对 然后这个未来的这个Kubernetes这个趋势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有些人经常来问我 就是说Kubernetes之后还能不能做 对吧 我现在要选一个方向 我到底是去做原员生还是去做AI的 对 对 OK 请 这些问题我大概这样想的 就是说 其实刚才也大概提到就是说 Kubernetes还是技术平台 然后上面的上层的业务 打改其实也就是这些 对吧 在线的服务 数据 然后数据的管理 比如说数据库啊 文件系统啊 然后包括现在大数据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就是计算 比如说AI啊 传统HPC啊 现在能 能归的大类基本就这些 那所以现在 其实从我个人感觉 这些事情都是起伏的 比如说现在最火的是这个AI 对吧 如果从计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前段时间是大数据 大数据之前是HPC 对吧 这都是分阶段的 如果你去把那个时间轴拉长的话 基本都是分阶段的 然后在线服务和离线服务的话 那可能就是 现在的是离线服务 就前一段时间做这个training 对吧 大家讨论会多一点 这个其实基本就是离线的服务嘛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那个上游会有这个 serving的working group 对吧 这可能就在线的多一点 那你说再往前推的话 可能就是K8S刚出来的时候 都是这个web service 就是这种纯的这种在线服务 就是不是这个serving这部分 那其实在线离线 这也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 所以那你现在往下看的话 那可能现在AI这个程度大概五年 能作为成熟 有些大的应用在上面 那我比如说五年之后 那很有可能是数据 对吧 那也有可能是 那个serving的这块 现在看的话 serving已经基本起来了 因为摄影师去做这些事情 对吧 training现在会稍微的稍微降一些 因为这只有大厂在玩了 对吧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那比如说serving过完了以后 大数据过完了以后 下面可能还是跟计算类的相关 是不是AI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业务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些 现在没有新的大类 那其中这几类的话 应该都是在起伏的 可能各个阶段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K8S也是一样 K8S前一段时间 在做这个在线服务的时候 就是很火嘛 然后在线服务直接降下来 因为看到那个曲线 然后现在AI又起起来 又有很多的应用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是起伏的 大概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个serverless还活着吗 serverless serverless 有人用吗 前几年好火的 大家可以举个手 如果有人才有 有用serverless的吗 有是吧 全场就有一个 两个 OK 我觉得其实像这些东西 其实有一个起伏的过程 然后实际上落下来的时候 并不代表说这个技术 就真的没人用了 实际上落下来是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非常非常稳定了 所以大家不再去讨论它了 因为大家已经都跑起来 都在用起来 大家都在用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前几年在CubeCon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有一个词 就表示这个CubeX Cloud的稳定性 叫Borrent CubeNet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无聊了 然后现在大家想在CubeX生态里面 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 都是围绕这个生态 去做扩展性的一些功能 然后对于CubeX Cloud的功能的话 因为前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扩展 然后包括ClubProvider拆出来 包括CSI把这个存储的插件摘出来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CII把这个 contained runtime摘出来 现在大家在做的事情实际上 围绕这个Code做一个生态 然后去不断地去扩展 CubeX整个生态的一个功能 但是对于Code来说 它已经是非常稳定了 我就接着蓬佩德的话 就是我觉得 我认为的话 如果CubeX变得稳定了之后 大家反而没有那么注意到它的存在 那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好事 如果它就像Linux一样 就是操作系统 然后大家可能用的时候 平常如果它不出来 可能就意识不到它 那它就是也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成功 它作为一个基础平台的话 就是我感觉它的核心比较稳定 然后生态就是如果已经有自己的用途的话 就自己去开发相用的软件 这我觉得也是它比较好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或者说未来 但是具体就是可能五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什么样 可能现在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具体的能看到 我的思考可能就是稍微虚一点 我的理解就是现在我们的底下的infra 变得越来越分布式 我们回到以前去看一个application 它可能它的接口 其实你在操作系统就是一些Posix的接口 那么我觉得Kubernetes经过这几年的眼镜 其实一个很大的就是矛盾的地方在于 你的application是否还真的能像一个肛中之脑一样去运行 对于底下的infra distributed system完全不感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地方 我现在其实平常交流看到有些人他会说 我还是想把Kubernetes 以及底下更强的分布式完全做到无感知 让大家像在一个单机上运行一样 但另一个方向的观点是 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那我就需要be aware of where are you running 对吧 然后你确实需要去感知一些分布式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向上来说 像Kubernetes其实它原来设计了一些downward API 但其实那部分的ecosystem没有太多的发展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将来可能会特别感兴趣去关注和期待的地方 就是application是否应该native的去感知一些分布式的东西 记得Kevin刚才那个讨论就是 K8如果说发到今天去到这个去到那个以后还剩什么了 Kevin没有提到service 这个就是TOC的这个随准就在这了 为什么呢 因为service这个概念不是必须的 在K8里边的话 replacet帮你管多冗余对吧 多个泡子 然后deployment帮你做滚动更新 上面service帮你做流量分布 以及很naive的负债均衡 但是service的概念 如果既然谈到趋势的话 因为我最近注意到有一个gateway API 如果大家可以把玩的比较深的话 后面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那个东西我感觉还不错 比service要好 而且如果你不玩service 酷不喝要死也就不要了嘛 对吧 你这个架构越简单越好 gateway API 可能是你 反正我现在就提一下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还挺好玩的那个东西 OK 然后从大家聊的这个内容里头 其实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K8S越来越稳定 对吧 然后呢未来的趋势呢 我们可能现在无法去具体的去预见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保说 K8S越来越稳 然后大家现在如果去选择K8S的话 仍然还是一个可以选的 对吧 然后OK 然后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这一场就先到这里结束 然后这一场里头 我们其实是聊了K8S当中的一些趋势 一些历史对吧 然后呢 稍后在 稍后十分钟之后 然后我 就张静涛在这一场 还是在这个房间 然后我会来聊一下 因为我是从14年开始进入到容器的这个领域当中的 然后我会来为大家来聊一下 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刚才听的都是大家各位的角度对吧 然后一会儿我来聊一下 在我这个角度来看到 K8S在这十年里头 然后我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K8S到底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以及我从K8S当中我们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好的欢迎大家一会儿再过来聊 OK 那我们就先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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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